智慧光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像《涅槃经》上所说的 光明名为智慧 光明是智慧的别名 智慧也是光明的别名 光明叫智慧 又朝日明三美金 这里面说 大智法外 能照法界名为光明 这可大智从哪里生的 从自信本定里面生的 自信本定就是无量手 慧能大使开悟的时候告诉我们 何其自信 甭无动摇 自信是真心 没有动过 没有摇晃过 无有动摇 就是自信本定 随佛法 随佛法 法门 无量无别 修什么 统统修 禅定 为什么 禅定跟自信本定 就是本无动摇 就是本无动摇 相应 到底在此地 我们凡夫 其心动念 从来没有定过 真心本无动摇 忘心念念念动摇 这个威胁的念头 我们一定要知道 说佛才有个概念 我们的动摇 我们的动摇 没有停止过 前年灭 后年生 这就是动摇 那频率多快呢 弥勒佛法告诉我们 我们把它换算成秒 单位用秒 一秒钟 多少次的波动 也就是用这个精神的话吧 多少次的动摇 一秒钟 两千两百四十兆 一秒钟 这样快速的 高频率 我们掌握不到啊 它太快了 那我们动个念头 知道自己动个念头 这个念头里面 有多少次的生命了 弥勒佛法告诉我们 三十二亿 百千年的 百千是十万 三十二亿乘十万 三百二十兆 一秒钟 可以探七次 乘七 二千两百四十兆 太快了 我们无法体会 所以看到外面的境界 境界是有心动 产生的幻想 根本没有真实的东西 像看电视 是荧幕上的画面 看电视 屏幕上的画面 全是波动产生的 电视 一秒钟 一百次 波动一百次 我们看到就好像是正点 那我们现实的环境 言而必须 切除外的境界 一秒钟 不是三十二亿 一百千年 要晨七 两千 两百四十兆 这就是佛经上讲的 诸法设想 一切法的真相 是如此而已 菩萨知道 所以菩萨放下了 阿罗汉皮之佛 还不知道 所以 他还有七心动念 他还有分别 他没有知识 他不知识了 到菩萨 不但不知识 分别性也没有了 一定要到菩萨 法身菩萨 怎么样 在这个境界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不起心 不动念 就是禅定 就是三末底 与自心本定 相应 禅定久了 功夫深了 能做到什么 眼见色而闻身 见色闻身 同时 不起心动念 这个人 佛经上称他为 法身菩萨 确实 不起心不动念 但是 但是他还有七心动念 的习气 习气 不该死 只障碍 他不能回归 长济光 如果这个习气 断了 他就回归 长济光 回归 长济光 才是真正 真的 无上 不提 真的 究竟的 佛国 究竟佛国 冷言经上说的 归无所得了 你有没有得到 什么也没有 那什么 进进 你完全 回归自信 你所得到的 是自信 本来有的 本自 具足啊 不是心的 得来啊 民心 坚信之后 什么都是 现成的 无量 智慧 无量 得能 无量 向好 通通现象 那 隐心 自在 有缘 陷 没有缘 不陷 不陷 就是长济光 陷了 就是一阵法阶 就是 舍暴 撞烟度 所以它是 活的 它不是 死在板 妙用 无穷啊 现象 为什么 为 独化 种子 戒淫 菩萨 回归 长济光 这是 大四叶了 阿 你 陈佛 阿 你 陈佛 阿 你 陈佛 四叶 大四叶 五 二 四 四